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三立歐彩虹樂園 要來吃遍樂園內所有可愛又好吃的美食喔 這邊就是Puradant的正門啦 我們現在正式進來到三立歐的彩虹樂園裡面啦 那這個彩虹樂園一共有四層樓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三樓的大廳 另外可以看到目前的裝飾是比較聖誕氣氛 那在不同的季節都會有不同感覺的裝飾喔 我們現在來到Lady Kitty House 就是Hello Kitty的家 那我們現在來到Hello Kitty的設廳 大廳有特別的頂雅的 那我們一個人可以拿到一片花瓣 那我們現在要拿這個花瓣去裝飾Hello Kitty的蝴蝶結 待著四十五周年限定喔 把這個投進去就可以變成Hello Kitty蝴蝶結的一部分喔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適合拍照的景點喔 像是這個設計非常傳統日式風格的茶室 然後就可以跟穿著和服的Hello Kitty拍照喔 那我們花五百塊日幣呢 就可以跟Hello Kitty交換禮物 用這朵玫瑰花喔 好開心喔 人生就這樣子了 對就夠了 死了武漢了 那我們把照片印出來啦 那這一張是一千六百塊日幣 剛剛跟Hello Kitty合照完交換禮物之後呢 出來的這一區啊 有非常多Hello Kitty相關的設計的商品 這間的種類啊非常的齊全 而且也有各種授權不同品牌合作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剛剛的交換禮物拿到什麼東西吧 哇這個超可愛的鑰匙圈耶 這邊真的有超多超可愛的商品 我覺得Hello Kitty迷來這邊應該整個買到瘋掉 這是四十五周年的Hello Kitty玩偶 那蛋黃哥這一區的主題呢 是出國旅遊 所以我們現在拿著護照 出國吧 我們這一區是蛋黃人開的美容院 可以看到他在幫 蛋黃哥按摩 蛋黃哥按摩之後會變什麼東西 嗯...一樣不想上班吧 這一區呢是蛋黃哥的可麗筆店 我們來吃一下蛋黃人捏的蛋黃哥壽司嗎 走走走 這真的太可愛了 你看這是投影的喔 我把手啊放在這個盤子上面呢 他每放一次就會換一個 回國 登... 那我們逛完蛋黃哥囉 然後我們現在繼續前往下一個地點吧 那我們早上參觀完Hello Kitty的家 還有蛋黃哥出國的拍照區 現在要來吃有三利歐明星造型的午餐 耶 我們今天的重點來了 就是三利歐明星造型的餐點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 美特地造型的咖哩飯 Hello Kitty的漢堡還有便當盒喔 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 Hello Kitty的便當盒吧 哇 它這裡面的食物都很用心 你看 這個炸物上面也有印Hello Kitty 還有造型的小香腸 連這塊小小的魚板也有造型喔 吃一個飯 那我們來開箱我們的漢堡吧 那記得喔 這個吃完之後 這個盒子可以帶回家喔 裡面有炸雞 薯條 還有漢堡 這包裝上有雙新鮮子 Hello Kitty還有美樂地耶 聽說這漢堡顏色還蠻特別的 我們來看看 哇 這是45週年的漢堡 紫色的耶 超可愛的 這漢堡裡面還有 黑跟肉排還有美生菜 吃吃看吧 它這裡面放的東西 都小朋友愛吃的 連蘋果汁也超可愛的 接下來要吃美樂地造型的咖哩飯 真的是不知道從何下手 但是我還是要試吃給大家看 把他的耳朵給切掉 這個咖哩啊 就是有一點甜甜的歐風咖哩 然後一樣呢 是非常適合小朋友的口味喔 然後另外可以看到它的盤子上面啊 然後還有包含這個愛心的小肉排 都非常的可愛 這邊有蠻多餐點的餐具設計都非常的可愛 然後吃完之後就可以帶走 也是這邊最主要的賣點之一喔 大家覺得吃個不夠豐盛嗎 等一下再大家去吃另外一家餐廳 我後面這邊啊 是四月才新裝修好的餐廳 那它的主人是HALO KITTY 這餐廳也是主要還有巧思 裡面藏了所有的服務生 眼尖的各位可以猜猜看有哪些角色呢 那這個餐廳整體還蠻大的 所以可以非常享受的用餐 那這個餐廳裡面還有一個細心的小特色 你看那個畫裡面都有HALO KITTY 跟它的朋友呢 你看丹尼也在這邊 這邊的自助餐啊 一樣也是小朋友會喜歡的 有一些炸物啊 就是那種歡樂的時候很適合吃的食物 這邊還可以自己煮拉麵喔 首先當然就是要先煮麵了 哇 偉恩大廚耶 然後我們來學一下拉麵老闆 那就來加我最愛的九州藤煮的湯汁 這真的已經是自製拉麵了 真的耶 配料區 一定要這就是定班的叉燒肉 哇 還有餛飩耶 炸餛飩可以加耶 加一點蔬菜 喔 來吃一個 燒麥 我看到你背後有HALO KITTY正在跟客人互動耶 好吃耶 認真的好吃 噢 蘑菇也很濃郁 我覺得這個不酥外面的拉麵店 它的木丁很濃郁很滑順 然後焦糖味道也很香耶 這個加滿糖霜的巧克力蛋糕 跟剛剛HALO KITTY一樣 你後面又沒樂地了 這邊嗎 又指到又指到 好香喔 好 我們吃飽飯啦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看HALO KITTY的歌舞技的表演 那這邊呢就是在裡面演出角色的扮相 你看到嗎 是不是很可愛啊 雖然我聽不懂日文啦 但是剛剛看這個聲光的表演啊 然後還有舞蹈啊 還有舞台的效果 我也覺得滿感動的 所以建議大家有來的話 一定來這邊看看這場40分鐘的舞台劇 我們看完秀之後呢 接下來要去下一個地方啦 那我們在這邊跟大家推薦一個彩虹世界餐廳 然後總共不同七個顏色 所以等一下我們繼續的時候 可以看到七種顏色的區域喔 那這個彩虹世界餐廳啊 那這個彩虹世界餐廳啊 因為每個角色都有它自己的代表色 所以啊 你可以找你自己喜歡的角色的顏色的區域來吃飯喔 那另外這邊也有一些比較適合大人風味的餐點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東京最大的3DO的裝扮店 裡面有很多限定商品喔 我們來看看吧 這個杏仁餅乾也是這個專扮店才有的喔 這個區域的話就是有獲得3DO社群的一些比較高價的單品 然後像是後面有看到手錶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包包 可能大人也會很喜歡喔 那我們今天要去看今天的重頭戲 大遊行啊 那這個奇蹟禮物大遊行啊 一天只有一場 那平日的時候一場 週末的時候是兩場喔 有獲得910公里 對啊,他們這邊的表演跟遊行都大大超乎我的想像 超棒的喔! 太棒啦! 那我們看完超精彩的遊行 接下來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大兒狗喜拿的咖啡廳啦 哇,那你剛剛已經一秒變粉絲了 來看完遊行之後 因為我覺得剛剛看完遊行 然後還有歌舞技的表演 我就覺得他真的太可愛了 我們來喝一下這個色彩繽紛的汽水 還蠻好喝,因為它不會很甜 因為它還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然後它下面有那個Jelly 哇,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這很奶油啊 加到這上面一點點糖的顆粒 吃起來好甜好幸福 喜歡 它這個很可愛 大兒狗喜拿的杯子 也可以讓你帶回家喔 哇,成全威恩的夢咧,對不對 首先吃一下上面這個馬卡龍 然後沾一點奶油 還不錯 甜甜的 來吃一下這個有點像慕斯的東西吧 還不錯 它口感還蠻綿的 然後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一集的觀眾可能會覺得蠻違和的 對啊 就是我們兩個大叔 當時是在吃吃喝喝 然後看一些非常可愛的表演 還有角色這樣 但誰說大叔本來聽過 誰說大叔也是有 你看他一秒就變成粉絲對不對 誰說大叔本來有少女心呢 下次去偉恩的台灣的家 就會發現家裡窮購已經布置 就是護士這些三立歐的東西 三立歐全民心組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來參觀這個 三立歐東京彩虹樂園 它的門票購買方式 那除了可以在現場排隊購買之外呢 其實在台灣的很多旅行社都有配合 而且門票會比較優惠喔 那到這邊的交通方式 是坐車坐到多摩Center 只有走路分就可以到囉 以上就是這次 東京三立歐彩虹樂園的介紹啦 那我們今天帶大家吃遍了園內 好看好拍又好吃的各種餐廳 還有食物 不要忘記遊行歌舞機座也超棒的喔 我是寶寶 是文 那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